這位是我們廖哥 我們廖哥 離家出道幾個天 出來的身材都會倒催 跟我說這個人 可說小燕是離家出道 一定是對小燕有什麼企圖 真的有一個女婦要找人耶 我想喔 你可能要找你喔 有消息就有希望 就算我這次又找不到 我也不會放棄 葉子晨 你的是我把他的集團帶來的組合 我只好想把你處理到 我們要找的人生業 這位是我們廖哥 快走 快走 小燕手機來拐機啦 努力一下 有什麼要說中文啦 對 今天你們彈底的女婦跟孫娜 我要交代她的董哥 你如果是跟她報警 她會怎麼樣 不得不知道 這位是我們廖哥啦 我們廖哥 離家出道幾個天 出來的身材都會倒催 跟我說這個人 可說小燕是離家出道 她一定有 是最少會有什麼企圖 別富有盡情 小燕有跟我交代 希望哪是有事跟差 不可以跟妳說 她跟妳說什麼 妳要累去你們三派的市村 你們兩個人的秘密基地 妳有老人家好 真的有一個女婦要找人耶 我想喔 你如果阿姨可能要找你喔 有消息就有希望 就算我這次又找不到 我也不會放棄 葉子晨 你的是我把他的集團帶來的組合 我只好想幫妳處理 她說妳如果真的要嫁給查理 如果這樣妳就要接受她的一切 就算說妳怎麼討厭 妳也是要吞 要不然她要派過妳的老婆是妳的 妳什麼事啊 我...我...我不知道 我怎麼在這裡 恭喜妳 想要把妳的女婦跟她有事 這位竟然對著化解 小燕十五頭的完美 比小燕的未來 她也要不要叫妳阿姨應用到 我把那些人生氣 這位阿姨生氣 就是我表哥啦 不要... 不要走 小燕手機要來怪雞啦 努力一下 不想要觀眾問了 今天你們等著的女婦車 甘孫仔 我要請來的同家 你們如果是家保證 他們會怎麼樣 我一定不知道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